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降再降能详细的尽量详细说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反馈学不会 尤其是剪辑部分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懒人Vlog神器 只需要把你拍摄的日常素材导入APP 简单选择几个喜欢的效果 一键就可以生成Vlog了 所以这期教程是史上最低难度的教程了 你再学不会就自己面壁去吧 开讲之前先求大家一件事情 也算是个测试 我最近在研究平台的算法 请各位观众老爷配合一下 你可以不点赞 不投币 但是请尽量的看完整个的视频 我想看看接近100%的玩播率 平台会给我多少推荐流量 后面的视频里我会公布这个测试的结果 先一起看看我一键声称Vlog的成片效果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安利给大家的APP是Quick 苹果和安卓的应用市场都可以免费下载 这款APP是GoPro的官方的剪辑软件 定位就是一键轻松生成日常拍摄的短片 大量节省剪辑的时间 降低了剪辑的门槛 这款APP的菜单非常简单 打开以后顶部右侧有一个设置按钮 打开设置 把第一个以1080T高清方式保存视频的开关打开 这样可以让输出视频的画质更好 如果你还想导入其他的剪辑软件里面二次剪辑 可以打开以60fps保存视频 手机不同有可能设置的选项略有不同 小伙伴们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实在搞不懂的可以评论或者私信我 点击底部的加号 选择你要导入的视频素材 注意你选择的顺序就是视频播放的顺序 当然选错了也没事 后面还可以改 选中视频的缩略图以后 会显示一个名称为highlight的小按钮 看字面意思就是高光亮点的意思 点击进入 这个功能是让你选择视频里精彩的镜头 这时只需要边看播放 点击底部的圆形按钮 选择你认为精彩的画面即可 最后点击OK 然后回到选择界面 继续选择其他的视频素材 选择完成后 点击右上角的添加 中间的这一排方块是官方预制的模板 如果你想节省时间 直接挑选一个模板 就可以直接保存导出了 因为到这里已经可以自动生成一个Vlog了 但是以Lio叔叔的风格 怎么会这么水视频呢 想自定义你的视频效果 继续往下看吧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效果 点击视频上这个小铅笔的图标 就可以进入单个素材的编辑了 点击文字 可以添加文字标题 点击亮点 可以重新调整前面选择的精彩镜头 也就是前面的highlight 点击修剪 可以调整素材的时长 点击调整 可以旋转翻转素材 滚动这个地方 还可以细节的调整素材的水平角度 同样还可以调节素材的音量速度 点击复制 会在原素材的前方复制一份 不想要了还可以删除 点击素材两边的加号 可以在前后插入其他的素材 如果你的素材里有照片 还可以点击这个对焦的按钮 选择照片的主体 Quick会根据你的选择 自动生成展示焦点 点击底部的音乐图标 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音乐了 选择底部的这个按钮 按住素材片段 就可以任意拖拽调整顺序了 选择底部的这个小扳手按钮 点击格式 这里可以选择导出视频的比例 胶片就是16比9 就是我们正常发送各个平台的视频的比例 正方形适合发朋友圈和微博 如果你要上传抖音 可以选择数项的比例 不同于其他的剪辑APP Quick重新选择比例以后 会自动调整其他元素 自动适配比例 这个功能还是很方便的 点击持续时间 这里可以选择自动生成视频的时长 很有意思的是 Quick会自动给出几个时长 拖拽这个按钮 就可以选择你需要的时长 这个上面会有提示 比如精彩音乐结尾 选择这个就意味着 视频结束时刚好是音乐的一个结束点 看起来听起来都会很舒服 点击音乐开始 这里可以选择音乐的开始的起点 我一般也不会动它 再说这个功能也比较简单 也没什么可选的余地 点击滤镜 这里官方提供了很多的滤镜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不过感觉颜色都很一般 了甚于无 点击底部的保存 再点击上面的照片库 这样就可以保存到手机里了 你也可以点击左上角的叉叉 选择保存草稿 下次接着编辑 总结一下 Quick很适合小白制作自己的Vlog 这个缺点就是不够灵活 只能用官方自带的一些模板 自动生生效果 不过甚再简单 稍微动动脑子就可以做一段好看的视频 Quick制作的视频 也很适合作为其他剪辑软件的补充素材 比如简单的Vlog片头 用照片制作的快闪视频 亲爱的大宝子 今天是你的生日 也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的日子 本来想做一个大电影 无奈没什么视频素材 只好选了379张我们的合照 来纪念我们这十年 还可以把Quick制作的视频 导入剪映或者其他剪辑的APP里面 加上特效 贴纸 配音等元素 让你的Vlog更有味道 还是那句话 工具就是工具 想做出好作品 还是要多思考 要靠这里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喜欢本期内容的小伙伴 常规三连走一波 我是你们的六叔叔 爱你们 笔心 下期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